一站下車 嗨 大家好 我是丁曉雨 現在人在捷運內湖站走過來20分鐘的一個路口 是內湖路3段72巷 那我決定要來坐公車 就是前往我今天的登山步道 那就是第一台 小二公車來啦 現在那個圓爵寺就是一站下車 基本上大家也可以走上來 只是因為它那個是馬路的關係 所以非常多車子大家要注意安全 然後這個地方啊非常眼熟 就是之前我有跟他介紹的 就是鯨魚山的環狀步道 小沿途步道 就在這個地方 今天比較特別要去它對面 還有一個登山步道 我們就可以大家去看看吧 這個是我上次去的圓爵寺 大家有印象嗎 請見前幾集 我會附上連結鈴鐺啊 那小雨今天要挑戰是這個路線 有沒有看到好漂亮了 天啊這個路口 太浪漫了吧 超漂亮的 然後這裡有寫 第三顏料都有四百六十結 那現在呢 正值櫻花季 所以呢 就有開滿櫻花可以拍照喔 現在又可以看到這樣的風景已經很絕了 而且這個接近非常好走 就是不會抖 那一種 那大概在一個禮拜 這個櫻花會開得更滿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來這邊 欣賞一下那個漂亮的花季 第三個由來 它是供奉開張聖王鍋 那原本的名字是叫做煎餅 金融新鮮餅 滿滿的宗教建築 這個池街有一點點動 稍微一點點出來 蛤 這個小朋友啊 這裡呢 這裡呢 是開張聖王 勘亂狠方的藝術胡雕 覺得這個龍 特別的魔靈火線 那有嗎 剛剛想到耳鑽五爹啊 有 台灣呢 是一個樟腦王國 這上面有沒有看到呢 這個地方喔 就是一個虎魂藍 就是可以相得益章啊 現在啊 我在地上演的最佳觀景點 就是這樣 這樣望過去啊 大家有看到什麼樣的風景呢 這次我就不介紹 浪漫都不介紹 哈哈 底下留言 告訴我你看到是什麼 不能只說美女 到了翠山亭 之前趙羽有來爬過 在粉絲船帶大家來爬過 你們有印象嗎 天頂第三年 到了 這裡呢 是主祭開張聖王 這裡外面的比我非常好 超級好 哇 很特別可以看到之前 第一集跟大家介紹的金面山 然後前面我手指的方向 這裡啊 有仁山大飯店 那這裡呢 有星光三越 然後這裡是一人一 啊這裡的話 就是我之前有跟他介紹的那個 殿壇山 步道也可以看到 什麼良苦的景 龍柱啊 雕得非常好看 晨熙門 而且我覺得他這片雕刻啊 非常非常的用心 很精準 那我現在人在這個 畢山岩開張宣文廟 那我現在的目標上飛 走到這個 白石湖吊橋 聽說超好拍的 那另外呢 在右邊旅衣山還有那個中永山啊 我之前都有跟大家介紹過喔 這裡看夜景啊 也非常的不錯 可是要提醒大家 翻門的時間是晚上十點喔 請騎馬 開張宣王 你好 也太多小孩了吧 等一下 等一下 然後往前走 可以走中永山 然後也是一個青山步道 那小宇今天是要往前走 是走畢山的部分 那 這邊有停車場喔 只是因為今天 真的人潮眾多 所以呢 小宇是大家大眾更足夠俱上來 今天的步道有滿滿的 像這樣子的 十人龍 我來看一下在賣什麼 喔 有很多的 有 拿些喝起來 這邊有賣一些 蔬菜 老闆怎麼賣 半丁五十指的半斤六十 半丁五十指的半斤六十 有沒有最小車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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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四十三塊 我們的紫色地瓜 然後我剛剛就問他說 欸這是哪一個地瓜 這是花蓮 花蓮 在這裡賣 謝謝你 看一下這個 很像甜菜根的顏色 這個很好 這個很好 它今天做的感覺 喔有甜 嗯 好特別喔 超好拍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來吃點點心啊 可以休息 就覺得要滿不錯的 這裡就是第三點的那個 那我剛剛搭的小二啊 這裡是一個 就是第三點的白石湖公車站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這邊上下車 我覺得也可以 前面還可以通往 畢山露營場 還有呢 內雙溪自然森林公園 前面呢 這裡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就是白石湖吊橋啦 這邊的溫度18.5度 濕度是94% 而且上面是太陽冷板 就可以自動動變 顯示出來給大家看 今天的氣候 白石湖吊橋 全長是116公尺 是不是很有延伸感啊 這個吊橋的設計啊 很酷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身材直入式的吊橋設計 奇怪 這叫白石湖吊橋 怎麼會是薰衣草子 不是白色呢 當然不重要啦 拍起來好看 大家比較開心 浪漫喔這條橋 很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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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橋上是滿滿的人啊 在這個角度 看的吊橋 也非常美 看到就是大約兩千多萬年前堆積 而成的壁局景觀 其實吊橋的這個上面呢 就是忠友山龍頭 這裡還有賣超級可愛的這種風車打起來 往前走啊 就是還有一些步道可以前往 所以有看到很多人從這邊走下來 今天的這個步道非常的親密 簡直就是散步等級的 蠻適合走村的 算說已經過了 可是像風景還不錯 因為它剛剛有一些那個風景嘛 然後還有那個橋洞的 然後建設的部分 然後還可以採草莓 往上走 田園咖啡 感覺好像是一草公園喔 但它不是 是草莓園 有賣很多的草莓恆栽耶 好可愛喔 要不要回去動草莓啊 票房子 天啊 現在的小朋友會玩跳房子嗎 天啊 天啊 你太多了 這個有點像雙星石 啊 跟人不同的愛心啊 但是就是兩顆星的概念 在我後面啊 是花心 那我的花心呢 因為它是 你跟你的花 那它的本名是叫做 紅星菊 我去你 花心 滿滿的愛心 可以採黑番茄 想當農夫嗎 記得來喔 這裡就是夫妻樹的景點 然後其實它是一個很浪漫的故事喔 原本它有兩顆一樣的高大的 楠木 就是做培 然後104年 因為有颱風的關係 有一顆已經不見了 所以呢 又種了一顆小的楠木 跟它一起做培 就是很浪漫啊 然後再來那個 夫妻樹的正中間 當這個夫妻楠木的小山 啊小小的道路塞了滿滿的蔥 黑番茄 原來黑番茄的本尊是這樣 這裡超可愛的 這個草莓圓啊 應有盡有耶 像是有那個草莓粿 還有草莓果凍 草莓冰淇淋 還有草莓冰沙 都是草莓口味的 我們去看看吧 這個很酷 這怎麼賣 一個30 它裡面不知道什麼 蘿蔔絲是草莓粿 然後這是豆口味的 然後我還買了一個紅的 就是紅豆口味 然後裡面都是甜的 一個是30塊 那我覺得也有一個很酷 是這個 我小時候我媽都會在家裡做冰 然後這是草莓冰 一個也是30塊 可以在那邊休息一下 雖然說現在的草莓都採完了 可是也可以在這邊就是用餐 去寫點心喔 好草莓喔 真的有草莓顆粒 很豆耶 一點鹹甜 然後還有一個葉子的一個味道 很特別喔 裡面是滿滿的草莓 草莓會很重 比剛剛的那個 草莓棍的草莓味道動 好蠻重 好吃耶 好吃 外面吃不到的那種豆 這個裡面就是滿滿的草莓圓 這個就是黑番茄圓 有辦了一個內部草莓器的活動 有興趣的朋友們也可以來喔 它是在2019年3月9號到4月7號的活動 一次看到這種愛心的反光 很酷吧 有滿滿的愛心啊 你不覺得很浪漫嗎 到那個有很多的觀光草莓圓 然後在原路折返 今天的路線就是這樣子喔 好多喔 收穫滿滿喔 看看這裡的草莓圓 有很多條都可以 你採多少秤重 然後付錢 然後又可以同樂 不會一隻草莓人 它這邊是草莓飄飄蟲嗎 那裡是永捷 有沒有人要跟我們 在這邊永捷蟲裡 你看發現它其實是滿滿的聖誕紅 所拼送耳粉的 七里飄香的月局 下面是滿滿的薑樹 在我身後的就是春秋路道 又會到了第一個白石湖吊橋 就是很經典 很經典的一個景觀 基本上你在這邊拍一張照 人家絕對會猜得到你在哪裡 哇 回來的時候 溫度已經瘦降了 16點6 濕度是100 好可愛的小狗喔 這是上次分享的那個 圓爵寺路徑 的一個交叉路 大家有印象嗎 對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路走 上次來的時候 沒了不過今天是非常 剛剛的是白石湖社區 甚至杜鵑花開的時候 超多骨頭顏色的杜鵑花 好好拍喔 很浪漫喔 還好拍嗎 你看今天的多會拍 走回來了這裡 還有人變更多了 好多人喔 這個分岔路口跟大家講一下 往第一個方向是梨山 然後往上是中永山 還有我剛剛去的那個B3點 金融路的這個路線 往下走 感覺你要拍到這個 還像是有踏過一樣 這個就是B3點的登山口喔 這個登山口啊有點隱密 因為它就在道路的旁邊 不是很好白天 它可以倒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丁小魚 現在走回來了 在呢是走回我們 剛剛騎田金融路的地方 剛剛上來呢 有搭了一站的 小二區的一個公車 那回田的時候 我想說不要聽衝 我就用走的 如果大家要去捷運站的話呢 從這個地方走到捷運 內湖站大約是55分鐘 2.17公里 大家也可以考慮一下下喔 那我覺得自己的交通都還不錯 尤其是今天的碧山岩登山步道呢 它有蠻多漂亮的風景 有些人非常多 很熱鬧 而且正值櫻花季 花季的部分還有附近花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賞花 賞風景 然後走吊橋 採草莓 現在正式時節 因為接下來呢就是內湖的草莓季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來採草莓的 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 還有黑番茄可以採 那旁邊呢有滿滿的農園 還有碧霞公 以上就是今天的這個大台北登山步道特級 五指山系 我們在雙鈴鐺記得按讚 留言 然後按個喜歡 訂閱不錯的下集影片 我們下集點 掰掰